所以钱要放在哪里也很重要 你乱放之后你抽出来用的时候 发现既然都不能达到我理想中的效果 对 所以我们就要去看对冲账户 又有观众留言 他说你好可以请问会计师或律师 有关税务的相关信息 我想说这一定是OK的没问题 只是他问的也很有趣 他说假设我有一个朋友 是澳大利亚公民也是税务居民 那他想要把他的自助房转成投资房 目前还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有这样的打算 然后贷款账户中有equity 对冲账户中也有一些现金 有一些钱在里面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一般来说要如何操作 以便合法最大化 他将来抵税的利息费用 意思就是那个类似付扣税吗 我可以理解成付扣税吗 他如果自助房转投资房 他是想要让他的那个抵税的利益最大化 因为问的有点细又有点笼 对通常来讲我会认为这个客人的这个想法 就像您说的他是想要付扣税 然后利益最大化 能够宣布更多的利息支出 这样子的话就会 因为他毕竟要转成了个投资房嘛 对不对 这种操作呢 在现实生活当中大概会分为三类 一类呢就是这个客人的房子是自住了一段时间了之后 他想贬成投资房的原因是他买了第二套自住房 他想把这个自住房做贷款重组 假设这个房子当时是买了一百万 然后现在值两百万了 那么他想把贷款重组之后套现出来的钱 我们叫cash out 套现出来的钱用于去买他的新的自住房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会认为说他套现出来的这一个钱 虽然说你加大了你的贷款额度 但是你的这个套现出来的这部分的这个贷款 是用来买你的自住房的 所以他不能够放在这个投资房上面做税务抵扣 哦是这样子的 是的 不然的话我们一般民众不知道 可能就是照这么操作 这个方法去操作 结果就想不到没有办法拿到我们的抵税的效果 对他要看你的资金用途 哦OK这很重要 对OK好 第二种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有的人可能这个房子买下来是一百万 然后当时贷了八十万的借款 他呢自己在有钱的时候就把贷款账户还掉了 比如说他还到了只剩下十万 他多放了七十万 贷款账户在里面 放到贷款账户的这个账户上面 那这样子 他的这个贷款账户的余额就只剩下十万块钱了 然后他要买别的房子的时候呢 比如说他要买资助 他就把这七十万从贷款账户里面抽出来 去买了这个资助房 在这种情况下导致的结果跟第一种情况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拿出来的这个钱的资金来源 资金的用途的这个是放到了别的房产上面 你就不能放在这一个投资房上面去做这个利息的抵扣 这七十万抵扣不了 哦 所以钱要放在哪里也很重要 你乱放之后你抽出来用的时候 发现既然都不能达到我理想中的效果 对 所以我们就要去看第三种情况 对冲账户 他对冲账户里面有七十万 假设 但是他的贷款账户的额度仍然是八十万 他把他对冲账户里面的钱用掉了是OK的 因为自始至终以这一个房产 他的第一套房产为抵押的贷款账户的额度 并没有产生变化 他放在对冲账户里面的钱 就是相当于他放的一些现金放在那里 他把这个现金取用了 他不影响到这个贷款账户的属性 OK那梳理一下刚刚这位观众 他的留言跟我的理解 其实最好的情况之下 一般我们在还我们的自助房房贷的时候 最好的方式 其实是要把钱放在对冲账户 然后每个月慢慢的去还那些贷款利息就好了 但是钱是放在对冲账户的这个账号的 是吗 对 这样子的话你之后要用还是说要还 在对冲账户里面都可以很灵活运用就对了 是 所以要提前做好规划也很重要 OK好 那非常欢迎观众 如果你对房地产或者是税务问题 欢迎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再做一期影片来回答大家 希望今天的影片回答 Daddy Daddy的问题 好 那Mary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感谢你的时间 好的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